Hello今天來開箱這個多平台聚集手把 那這個多平台聚集手把呢可以用在Switch PC遊戲 安卓的遊戲 然後Steam Games 還有EPEC Games 那他有支援 藍牙5.0 低功耗的 好直接打開 哇這個收納包看起來很讚耶 哇 這個質感很好 還是硬殼的 我們直接打開囉 這是USB的 Type-C傳輸線 裡面的手機座 還有我們的聚集手把 哇塞 我後面可以調整聚集 多種不同的設定 裡面呢還有這個Dongo然後可以放在這個 Switch跟這個電腦PC上面 我們現在直接用模擬器來試玩遊戲好了 那目前呢有支援25種遊戲 那希望說未來可以增加更多遊戲 很順耶 我只要設定按鍵就可以了 再一位就結束了 超快的 我出來啦 還給我瞬移喔 跑很快喔 耶 贏了 哇10連殺 他還可以控制這種 上勾拳 閃避閃避 上勾拳 哇 當然還有音速小隻啊音速小隻也可以玩一下 2D的 這好復古喔這遊戲 當然還有傳說對決 想去哪裡 哇接近神的境界了 雙殺 好順喔這搖桿 還有支援這個飛機遊戲 哇這遊戲超復古的 他大招是這個加速器 然後子彈變很多 然後再來我們測試一下聚集喔後面這個打開進入到那個克制 按那個後面一個按鍵加這個按鈕 隨便先試一下大招 然後加連打 聚集呢把他存起來 讓他不再閃爍 OK完成 OK然後接下來我等我的CD結束 直接按他 真的可以可以 那這聚集呢很適合用在格鬥遊戲上面 自己打自己打耶 水啦 打魔王喔 然後看好囉 我只要按按鍵就好了 上 這魔王太弱了吧 打一下就倒了 這個Switch的遊戲好了 那一樣當可我插在Switch上面 很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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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了解更多關於這台Celaphine S2 請在影片下方的連結喔 另外別忘了按一個讚 並且把影片分享給你的朋友喔 我是江江,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一集再見囉,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